就在刚刚,我穿越成为修真界最强种击巴大帝的亲儿子,不仅家世显赫,还容颜绝世,然而,就是如此帅气又多精的我,却是一个万中无一的,修炼废材。 太前圣帝圣子,李从心,天父,反品下肩,根骨,反品下肩,体质,反品下肩。 哎,长得帅,有个必用呀,就这修炼天赋,狗看了都摇头啊,狗作者,你这是要搞非材六开局吗? 郭舌了好吧,任冰雪姑娘到,任冰雪日要圣帝圣女主角李从心的未婚妻,气质出臣,姿色绝美,更是被称为修真界当时第一美人。 长老,从心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吗? 是的,和上次测试一样,都是反品下肩。 那会不会有什么测试不到的隐藏天赋,或者尚未萌芽的神秘体质? 绝对没有 未婚妻,难道这是推婚流,得知自己是个废物,然后就来向自己推婚了? 她来了她来了,剧情要开始了,来吧,无情地抛弃我吧 没关系,不要紧的 天赋低又怎样,根骨差又怎样,没有神格又怎样,体质弱又怎样,哪怕你弱到不能自理也没关系,等我们成千后,你在下面,我在上面 若你可以了,再换你在上面 什么情况?姑娘你拿错剧本了吧? 你不相信 好,那从今日起,我便专门为你而改名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叫任冰雪,只为你一人而叫,任李爽 不是,这刚开局,天资娇女竟然为我一个非才改名人我爽,还能再离谱一点吗? 难道是因为我这衰弃的容颜,还是我这显赫的家世? 兵,逆天崛起系统,已绑定,正在获取宿主此具身体的一切信息 我尼玛,居然失息统流 卧槽 兵,检测到宿主背景过于强大,系统当前配置配不上宿主 什么情况?逗我玩儿 少主,人到了,您先去准备一下吧 什么人?准备什么? 哦,是这样的,这是从其他圣地选拔过来的圣子 他们自愿想把自身的虫童与之尊骨奉献给少主您 所以要给您做个无关紧要的小手术 小手术?挖他们的之尊骨和虫童 这是无关紧要的小手术吗? 还自冤,被迫自冤吧 哎,算了,不用换了 什么?不换了? 少主,这是为何? 少主莫非是动了侧隐之心? 大可不必啊,少主 您看我们圣主,也就是您的父亲 一天屠杀百万都不带眨眼睛的 就是就是 不是,是我趴通 我爹天下无敌 大姐全清天下,二姐才清天下 家族中还有各种恐怖的老祖 绝世妖孽 背景都硬成这样了 我干嘛还要去承受那取骨蛙眼之痛 脑瓜子修斗了吗?很通的呢 我出生就在罗马了 还修个锤子先啊 躺平摆烂他不香了 丁,抱歉,让宿主久等了 本系统经过无限努力,已连续升级七次 自问现在,已可以和宿主相匹配 并且已经正式改名为一生浩强不服输系统 呦,又回来了 还改了个名 丁,一生浩强不服气系统正式开启 现在发布新手 别丁了 你可以一生浩强不服输 但和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我只想躺平享受人生 请你赶快离开 丁姐不要再回来了 啊? 宿主,你不想拥有无敌的实力吗? 不想,我爹天下无敌,只要一句话 我想打哪个打哪个 而且他们还不敢反抗 那至高的权力和用不完的金钱呢 本系统都可以帮你实现哟 用不着 我大姐权倾天下 我二姐富甲天下 呃... 那爵士的美女呢 大长腿二统贼大的那种 你也不想要吗? 这个世界最美的少女 都为我而改名叫扔我爽了 那你不想长生不老吗? 不想,火二十岁我都闲长 呃... 行了,别打扰我摆烂了 你自行结绑了吧 要不自爆也行 不用担心把我扎死 按照我家族的实力 估计就算被绷成渣渣 他们也能把我完美复活 呃... 丁,系统正在尝试结绑 其实,由于本系统一生好强不服输 结绑失败 呃... 好好好,这么晚事吧 你挨咋咋地,随你边 呃... 丁,宿主已正式接受本系统 由于宿主天赋 根古体制皆是下品 所以本系统决定 先从本质上改变宿主 丁,恭喜宿主 获得一缕乾坤气 乾,即代表天命 坤,即代表气韵 只要有这一缕乾坤气 长半左右 宿主终将成为 不可一世的天命之子 气韵之子 怎么样宿主 这改变命运和造化的手段 就算你爹再厉害 也一定办不到吧 行行行 算你厉害 哈哈哈哈 吴尔,你在说谁厉害? 李天霸,太前圣地圣主 主角李从信的父亲 百年前正到大帝国位 随后横扫天晴大陆所有圣地 称霸此方天下 世人皆尊其为 几霸大帝 参见圣主 行了 各位长老快起来吧 卧槽 天哪 七口装天官 每一口中 可装千万金啊 这么多修炼资源 圣主这次 怕是血洗了一个 不小的世界吧 哈哈哈哈 低调低调 都是基操 对了 我儿的至尊骨和重铜 可都整好了 回 回圣主 没 没有 怎么回事 这点是你们都办不好吗 圣主啊 并非属下办事不利 是少主他 他 他说怕疼 什么 怕疼 没错 不过属下觉得 少主应该只是随口那么一说 实际上应该是没看上 那至尊骨和重铜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本地的儿子 眼光当然必须得高 没看上没关系 正好本地这次给他 带了更好的东西 丁 系统正在升级中 升级失败 嗯 升级失败 升级失败 我操 我操 居然把自己都干冒烟了 狗系统 你这是出什么风 这是想和我老爹干一场吗 哈哈哈 儿啊 歇着呢 嗯 儿啊 老爹送给你的那至尊骨和重铜 是不合你心意吗 呃 丁 系统升级成功 现在自动给宿主发放新手大礼包 丁 恭喜宿主获得重铜十对 至尊骨两百零六块 国曹 二百零六块至尊骨 人身上一共才二百零六块骨头啊 还有 十双重铜 我他妈就两个眼哭鲁呀 咋的 你是想给我后脑勺 丁上 脚上手上都给装上重铜吗 用不了 没关系 本系统主打的就是一个重宿主 瞧把你能的 那你咋不把我的三十二颗牙也换成至尊骨 宿主的想法十分合理 本系统急于采纳 丁 恭喜宿主获得至尊骨质牙齿三十二颗 行行行 随便 你乐意就行 哼 搞这些烂大戒的东西 有啥可稀罕的 啥 烂大戒 没啥稀罕的 呃 不是 哈哈哈哈 不愧是我李天爸的儿子 眼光果然够高 不喜欢至尊骨没关系 老爹还给你准备了更好的 来人 把那苍蓝大陆的天命之女 气韵之子给带过来 楚飞哥 即苍蓝大陆万千气韵一身的天命之女 本可幸云直上 俯瞰九天 但可惜遇上了李天爸 最终沦为了李从心的吉祥物 老爹 你非了老大金征服一件 就为了给我抢个姑娘回来吗 此女名叫楚飞哥 乃是苍蓝大陆的气韵之子 是老爹专程给你抓回来的吉祥物 吉祥物 我要这吉祥物做什么 当然是给你冲喜啊 你看看 这黑丝 大长腿 不正是你平时念叨的那种吗 我已把他的天命绑在了你的命格里 保证你日后 幸运长半左右 气运滚滚 财源滚滚 桃花运滚滚 保证我日后 这个子庸的好 那既然这样 就谢谢老爹了 兵 气筒正在升级中 升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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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草 怎么又干冒烟了 而你放心 我已将此女的命绑在了你的命格里 你若受到半点伤害 她也会受到同样的伤害 但她并没有锁住你的命格 所以她的死活 对你没有半分影响 老爹 你真的是个老 是个伟大的老父亲 太心疼我了 你可是我李天爸唯一的儿子 我不疼你疼谁呀 丁 系统第九百 九十八次升级 升级成功 丁 提示 系统已开启 直接晋升天命之子和气韵之子功能 丁 恭喜宿主 已直接成为天命之子 恭喜宿主 已直接成为气韵之子 随着系统声音响起 宜然风为中心 天地各方 紫气东来 金灰西智 霞光汇聚 骤然间 宜然风上冒起万丈华光 直冲上天 整个宜然风 已是如同一出唯美画卷中的仙境 哈哈哈哈 儿啊 你看 这丫头刚一来到 你的宜然风 就被祥瑞之兆笼罩住了 这果然是个吉祥物啊 呵呵 都是头老爹之福 你还不过去给我捏捏脚 不愧是甜命之女 果然胸襟广阔啊 哼 小子 被我的福泽沐浴 算是便宜你了 那个 儿啊 那你就先好好养着 老爹还有事就先走了 这吉祥物就让他在宜然风仙 伺候你 这是老爹的一缕莎威 可秒杀准地以下任何强者 如果他不听话的话 这缕莎威就会自动释放 嗯 谢谢爹 哈哈哈哈 哼 丁 恭喜宿主获得一缕系统沙威 此沙威不但可秒杀 准地以下任何强者 就算是准地也得避其锋芒 狗系统 你非得这么卷吗 不卷行吗 如今的沙雕动画啥行情 你没点B数吗 宿主 请问你需要立刻将重铮与至尊谷融合吗 我有兵吗 没事去体验那小古娃引之痛 宿主 尽管放心 本系统的高明手段 岂是那些修行者可比 你只需躺着 脚睡一会儿就行了 没有任何痛苦甚至都没有任何的感觉 这样啊 那行 只要没痛苦 那你挨杂杂地 我无所谓 哼哼哼 丁 本系统已收到宿主的回答 提示换顾开始